英国躺平两周了 他们BBQ了吗 英国3月17日宣布解除所有防疫措施 正式开放国门 这就意味着英国人不但完全恢复常态 而且还可以乱窜去旅游了 全面解封后 传播性超强的奥米克隆变种亚种BA2 迅速扩散 感染人数明显反弹 最新数据显示 单日新增21万5千例 那他们情况到底如何了呢 政府数据显示 在这种高传染性的毒株爆发之前 该病毒的死亡率约为0.2% 但此后这一数字下降了7倍 降至0.03% 从BBC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 单日死亡217例 单日住院人数增加了222例 拉长至一个月对比 平均死亡率 落到了英国肢结性流感死亡率 0.01%到0.05%之间 在英国人看来 奥米克隆和传统感冒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或许随着病毒的毒性不断降低 不远的将来 我们的生活也将恢复常态 对于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